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宿口碑层级的题目比较多 那今天为大家准备了很多宿口碑 让大家好好的享用 没有谈大海 谈大海大家都转台了 也不想听 也听不懂 谈宿口碑这个比较简单 然后我也比较偷个蓝 来 给我柯文哲的那一张 两亿美金 这个其实跟我们飞业电台 也有这么一点点的关系 在柯文哲在接受银奶精专访的时候 就无厘头的就突然讲述这个所谓的一亿美金 两亿美金 然后要他当副总统 那柯文哲点名了三个人 好险这三个我都不认识 他点名了三个人 这简直是这个 这个莫名其妙 这个两亿美金的这个事情 昨天晚上柯文哲的行程 记者问他 柯文哲要记者不要再问了 今天柯文哲又有行程了 这个记者没有放过他 记者继续问 我们先听听看柯文哲今天 今天的回答是什么 来 我跟你讲 在那过程当中 什么什么比如说乙姓商人 还有那什么季将军 还有什么魏先生 我才知道说 我们在当医生 很少遇到骗子 因为病人不会骗医生 后来打这场选择就发现 哇这个骗子前课实在是太多了 还有各种国际 国际骗子都有 对我来讲是这样的 这一页就把他翻过去 然后就都结束了 我们就认真地打赢选战 市民有看说外界下一位 你认为说韩诫的人 已经违反了这个总统副总统的选拔法 这个郭汤远的条款 所以你应该把这个人给讲出来 这个是这样的 我刚才讲过嘛 这种纷纷扰扰就把这一页翻过去 我们还认真打赢这场选战 现在看起来蓝绿不想翻页 都去报告 他就让他们留在历史上去好了 让他们留在历史上就好了 这个就是民众党的总统候选人 目前大概有20%民调支持度的柯汝泽 他就是这样子 蓝绿要求说明 柯汝泽说这一页翻过去 他说翻页就翻页 他说不要再问就不要再问 不要再问你又何必问 那这种人怎么当总统呢 有前客有骗子 你当台北市长的时候没遇过吗 那时候缺疫苗的时候 不是一堆人在兜售疫苗吗 你不是 你怎么会不知道呢 那我不是很理解 就说到底 到底要干嘛 柯汝泽丢一根狗骨头 然后全部的狗都跑去追那根骨头 这样子 炒几天了炒两天了 今天应该算是第三天了 三天了 大家就一直讨论这个 好国民党也讲一下 这个民进党也讲一下 好民众党也出来讲 好说跟国民党有关 好那跟 我现在是看不出来 这两亿美金到底跟国民党有什么关系呢 好 陈志涵现在应该换你出来讲一下 就柯汝泽点名这三个人 幸好我都不认识啊 将军姓记的应该没几个才对啊 是谁啊 这个可能要跑那个军事的 跑国防的记者去查一下 哪个将军姓记 是记小兰的记还是记杰的记 这个 这个柯汝泽的这个发音 我不晓得到底是哪个记将军 以我的理解 将军就那几个 好 应该查得出来 到底谁姓记 然后跑去跟柯汝泽 什么一亿美金两亿美金 谁有这个行情啊 吵吵闹闹闹 然后有一堆人就跑去地检署告发 好这种作秀的机会 大家一定要称一下 什么违反玄霸法啦 手艺啊 这讲到这个搓圆载汤 我问大家 这个大家的法律尝试的这个 这个选爸爸的这个随汤考 请问 蓝白盒算不算是手艺汤啊 我跟你讲 当年2003年的时候 在巧那个 脸宋配的时候 就有人认为这个是手艺汤啊 因为2000年的时候 连战跟宋楚瑜是 选总统嘛 一个是无党籍 一个是国民党嘛 对不对 然后这个宋楚瑜 其实输 陈水平才输三十几万票而已 他输一点点嘛 然后2003年 要准备2004年的投票的时候呢 这个国民党就大和解嘛 因为那时候李登辉 已经被赶出去了 这个逐出家门了 李登辉那时候 已经不在国民党了 那时候的党主席是连战嘛 大家不要再吵了 大家都是兄弟 然后就所谓的连宋配 那时候大家讲说 这手艺汤啊 为什么宋的要当副的呢 对不对 宋的票比你多多 这么多票 宋楚瑜应该比连战 都一百多万票吧 至少一百多 那我为什么要当副的 我的民调比你高 我得的票比你高 我去当副的 当时就很多传言说 是不是连战只当一届 连战当四年 这个当选之后呢 因为一开始的民调 民调都是连宋配领先啊 遥遥领先 陈水扁 陈水扁前面四年 不知道在干嘛 胡搞瞎搞 所以民调是一路领先的 那就讲说 那你就当四年啊 四年之后 大家认真有功练啊 你当总统 我也要当总统 你先当四年 像郭台铭的那句 经典的名言 先让大哥做四年 那个太经典了 先让大哥做四年 还有这种事情 所以你说这个 一亿美金 两亿美金 大家一开始瞎猜的时候 猜的都不是这三个人啊 什么什么 余先生 魏先生 纪将军 猜的不是这三个 猜的是另外一个 但是那一个人呢 风度非常的不好 很喜欢告人 所以我们不要讲他的名字 以免被告 柯文哲也没讲啊 柯文哲在尹乃金的节目 讲的时候 尹乃金就逼他说 你不能这样子啊 什么叫做下的节目 再告诉我 那柯文哲 我真的有赖尹乃金啊 我说柯文哲 下的节目有告诉你吗 他说没有啊 那柯文哲 你是什么样的人呢 你不是说 你要告诉尹乃金吗 你也没讲啊 那柯文哲离开我们电台 在电梯门口 一堆记者堵他 第一题就问这个 那些记者也知道说 这个整个专访里面 这个题目是值得问的 第一题就问柯文哲说 那个两亿美金 要你当副总统 那个人是谁 柯文哲也没讲啊 然后大家就 拿这个去问侯友仪 拿这个去问赵超康 我们就一直讨论 这个漱口碑就好了 各位同学 这种的比较juicy啦 这种的比较好谈啦 谈什么Ecavalima好的 这个比较好玩啦 对不对 我们就去问国防的记者 哪个将军姓季 那个余先生是一个什么 什么什么台商啦 什么什么做贸易的什么的 然后大家去拆去兜什么的 后面做文比赛太好做了 还有45天投票啊 你会担心没有题目可以谈吗 很多题目可以谈啊 就谈这种的就好啦 不是这样子吗 我们四年选一次总统 为什么要认真 你看美国选总统 搞不好明年投票 还是拜登跟川普 两个给你选啊 两个 四年前就是美国 有史以来年纪最大的总统 共和党跟民主党的两个总统 那四年后还是这两个给你选啊 我们真的要认真的 去看待这个选举吗 对不对 我最近一直在跟大家讲的数字 1900万的公民 有1900万票 这1900万呢 有1400万人会去说 有500万人是不去投票的 对不对 我们知道历年的投票率 大概有500万人是不投票的 就真的跑去投票是1400万 好投票率大概75%上下 好 这1400万票 投票开票 这1400万的选民 每一个都很认真吗 每一个都有看政见吗 每一个有声势熟悉去比较 猴比较好还是赖比较好还是科比较好 有吗 我是说 有跑去投票的1400万人 每一个都很认真吗 这三个一定要比一比 他们的学经历是什么 他们对两岸的看法是什么 他们要带领国家怎么走 他的团队是怎么样 他的这个证件他以前怎样 这1400万跑去投的人 这1400万开出来的票 有几个percentage是认真的 你觉得呢 每个都很认真 这个1400万票每个都不能 每一票都要斤斤计较 每一票都要 这个要这个声势熟虑 投给他会怎么样 这个那个当选会怎么样 大家在那边 各位听众朋友是这样子吗 这不是吗 从我们往年的选举可以证明 他就不是这样子投啊 所以呢 当然是要笑看2024啊 我们就对柯文哲笑就好啊 是不是这样 放话的是柯文哲啊 叫你不要再问的也是柯文哲啊 放话的就是他 他就在尹乃津的节目放话 有人拿一亿美金 两亿美金什么的 尹乃津的这个资深媒体人 他一看说那你要讲清楚啊 你怎么可以在我节目 随便乱讲什么的 柯文哲说 我私底下在告诉你 尹乃津没有放过他 不行啊 你要讲清楚 什么叫做私底下在告诉我 你把我害死 那陈辉文那叉叉 资深媒就传过来 我猜柯P也不会告诉尹乃津 因为他跟尹乃津根根本就不熟啊 他怎么可能告诉尹乃津说 谁谁谁那个两亿美金来这个 这个兜售 不会讲啊 我不晓得两亿美金这事情还要炒多久 我们拭目以待 非得晚餐 我是陈辉文 那当然我们四年才有一次选举总统跟立委的最重要的选举 这个非常宝贵的机会 但是我们 我们珍惜这个制度吗 还是说我们就是个投票的机器 时间到就跑去投票 还有七十几%的投票率 哇比欧美国家还高 大家都好爱投票 好珍惜民主 可是我们的民主就是 它的结构就是这样子啊 就像柯文哲讲的这个 这个两亿美金 然后什么 什么AIT的什么的 什么都没交代清楚啊 所以我刚才跟各位讲说 放话的是柯文哲 叫你不要再问的也是柯文哲 那就都让你讲就好了 对不对 你看那个 这个赖清德的行程表呢 你不是赖清德的行程表 把你叫去小房间的 你拿出来垫赖清德啊 你不是说国民党在嘲笑你说 一百亿才能选总统吗 国民党的谁啊 怎么可以放过万恶的国民党 赶快讲谁 国民党谁跟你抢毒 要二十亿是门票 一百亿才差不多 谁讲的啊 就像这个陈志涵讲的 这个两亿美金跟国民党有关 到底是跟国民党有什么 我还是看不出来 跟国民党有什么关系啊 那徐春英呢 你不是瞎掰说 你没见过徐春英吗 柯文哲就是一个说谎的人啊 但是你看这个 民调的交叉分析 年轻人就是无所谓啊 我就喜欢说谎的人啊 他在小五哥的节目讲什么 我去帮李全教站台 那旁边董事长把我的手举起来 是吗 是你 在现场 跟那个董事长 说帮李全教划一下啊 然后那个董事长 因为那个董事长跟李全教才真的是朋友啊 柯P是去插火啊 那廟的当事长是李全教的条件啦 那说得比较快啦 那他当然 柯P共同党也画一个李全教动算啊 当这个董事长 画李全教动算的时候 柯P的手举起来 他先举左手再举右手 没有人搭他 他自己举的啊 他自己举手的呢 杜手真手都他自己举的呢 他敢给你拼插啦 你看看这多夭壽就好了 谢政府 小五哥好久不见啦 你知道柯文哲骗你吗 他就跟你骗啦 众目睽睽这么多人在看 有 有录影有录音这样子 他也敢说谎啊 是大家把他宠坏啦 以色列的网军呢 他不是说我们 这个在那个什么什么国宅旁边 什么跟以色列一起什么训练网军啦 随便讲讲的 他讲那个厨余 那个我就不跟他计较 我跟各位讲喔 台北市 市政府的教育基金 从郝龙斌交接给柯批 八年少了一百多亿啊 民众党的那些叉叉喔 不敢面对真相 那为什么少一百多亿啊 我们有说柯文哲贪污吗 没有啊 谁敢说柯文哲贪污 那为什么台北市的教育基金 少了一百多亿呢 很简单就是花掉了嘛 花在台北市的台北市平均一年喔 一年的各中小学的这些支出喔 教育的支出啦 这样讲比较精确 教育的支出大概五六百亿啊 每一年都要五六百亿 好那你每一年都要五六百亿 一百多亿的教育基金怎么可能够用 他一定不够用嘛 你想也知道我的基金只有一百多亿 可是每年都要支出五六百亿 所以每一年呢 中央跟地方地方就是台北市政府 都会拨预算 编列预算 在教育这个支出上上面 他都要拨钱因为你钱不够嘛 所以我简单跟各位讲 柯P 他从郝龙斌接的这个台北市长 到他交接给蒋万安 这八年台北市的教育 光教育基金就少了一百多亿啊 为什么 不是贪污啊 是柯文哲把原本应该拨补在教育基金的钱 他把他拿去还债啦 就是简单讲就六个字嘛 挖东墙补西墙 这样你就听懂啊 挖东墙补西墙啊 然后他很洋洋得意 后我还了五百多亿 后外财政纪律 那个都是骗人的啊 他不只拿教育基金去还债 他还拿捷运的基金去还债 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啊 我就跟你讲 挖东墙补西墙有什么了不起吗 没什么了不起啊 这个就是当年的台北市议会议长吴碧珠讲的 你这个就是会计作账嘛 这有什么好得瑟的呢 然后那些无知的 哦柯P的财政纪律 柯万者还了五百多亿 你看到没有 哎好龙斌做不到 马英九做不到 他做到了 他做到了什么 他把台北市的主产拿去还 这有什么了不起的 没什么啊 这谁不会 这好龙斌这种就是 傻傻子做事就像好龙斌跟黄大洲这种 永远都选不上啊 你都脱下跌跌 每天在那里做做做做 好像一只牛的 啊你就看一看做 人家会作秀啊 台北市教育基金少了一百多亿 有人在乎吗 没有人在乎啊 Nobody can 大塞是蒋万安啊 蒋万安现在编了四十几亿要去补那个洞啊 因为他水位太低嘛 现在很像只剩十几亿而已啊 那个教育基金啊 他只好在编四十几亿去补这个洞啊 啊你跟我讲说这是柯文哲的政绩吗 可是柯本看不懂啊 去剖柯文哲的那些网红跟媒体人 他们是盲目的啊 哦就要扣柯文哲吃钱 我怎么才吐槽 不然你你叫民众党的市议员来解释给我听 为什么教育基金会少一百多亿 花去哪里啊 花去哪里啦 就花掉啦 花掉的你不补他 基金的水位就是一直往下降嘛 八年了将到剩十几亿 一百多亿 一百四十几亿 剩下十几亿 你就开掉了 那你觉得这个是政绩吗 这个叫财政纪律吗 蒋万安这个叉叉讲不清楚啊 因为不能得罪民众党啊 不能得罪柯批啊 蒋万安的无能跟软弱 谁看不出来 不敢说啊 怕就怕死了 那我刚讲这个什么赖清德的行程表 国民党的一百亿许出品的信 哪一件柯文哲交代了 他都没交代 他们双甘黄义的 我说这事实在哦 重容 没事嘛 因为我瞎掰 我乱讲是会被原谅的嘛 是不会被追究的啊 柯文哲如此 台湾的媒体也是如此啊 下掰就好了啊 我的学弟罗友智 诶 侯友余 五百万要把我收鸢的汤 吼 侯友余五百万要把我收鸢的汤 诶侯友余你也要来把我收鸢的汤 继续几次了 五百哈 兄弟那不够开 嘿 你要侮辱我就多侮辱我几次啊 五百万收鸢的汤啊 罗友智讲的啊 大概半年之前讲的啊 四月的时候讲的啊 证据呢 不用证据啦 你嘛好的 算得要证据 证据是什么 又不是在法院开庭挣你个头啊 不用证据 我都用讲的就好了 我就一支嘴说 好的五百万要把我收鸢的汤 这样我就交代啊 我跟你讲最悲哀的是什么 我那时候做网路投票 相信侯友宜跟相信罗友智的 几乎一半一半啊 你知道吗 我那个不是民调 我那个是网路投票啊 相信侯友宜跟相信罗友智的 接近一比一呢 怎么要快 没关系啦 怎么要快 请再说就好了 胡仲信讲什么 侯友宜去日本 Republic of什么Chinaman 听你讲啊 胡仲信你证据在哪里啊 侯友宜什么时候讲什么 Republic of什么Chinaman 你是在讲什么 亲在讲啊 没有关系啊 乱讲有关系吗 马英九总统约蔡英文主席到太平岛去看海 看海 蔡总统单身嘛 吼 马英九你这不输轨利 还公开约蔡英文到太平岛去看海 了吗 无耻 可恶 有吗 马英九什么时候说 他要邀蔡英文到太平岛去看海 谁讲的 也不知道谁讲的 争论节目 大家说他欢迎 有事吗 没事啊 没事啊 你告诉我有什么事 罗友智有什么事 胡仲信有什么事 讲 马英九要约蔡英文去看海 的是中年晃啊 有什么事 你告诉我有什么事 没事啊 那欧白宫哪有事 没事啊 大家不是马照跑 哦 哦 陈卫文你得罪了胡仲信 罗友智跟中年晃 哇 你插蜜 话是他讲的 我得罪他们 是我得罪 类似像这样的 在政坛就是柯P 柯文哲就这样 有人两亿美金 叫我去当副总统 谁 我干嘛告诉你是谁 这一页翻过去了 国民党跟民进党都要求你交代 让他们留在那个历史好了 还有这样子的哦 还有这样子的哦 柯妈妈数学还蛮好的 一百亿选总统 然后国民党出五十亿 柯文哲出五十亿 刚好一百亿啊 大家说得好像真的啊 无所谓啊 柯文哲李全教说谎有什么关系 没关系 黄国昌也无所谓啊 黄国昌 他不是帮李全教站台而已啊 他还说谎啊 黄国昌根本无所谓啊 黄国昌的价值是什么 我挖不分区呢 第一名是黄珊珊 第二名黄国昌 你蛮好的 我帮柯文哲募款啊 很多人捐钱啊 对不对 然后大家哦 这个这个年轻人 哦这个网路哦 怎样怎样 哦募款什么 谁在乎什么 不在乎不谈啊 谈这干嘛 谈这个伤感情啊 对不对 有流量就好了 流量很高 斗内很多 收视率很好 台湾社会就笑评不笑唱啊 柯文哲有20%的民调啊 陈霍文你几% 0% 叉叉 人家有20% 你几% 你连咖都不是啊 我们就继续谈这种 没营养啊 没有营养的事情 这没有问题来 给我那个赵绍康那个影片来 我们来看这个联合报 这联合报的堕落 这种 这个很无聊的这种 就是快问快答 这个应该是胡瓜跟吴中宪的梗 然后政治人物也去快问快答 那快问快答能够回答什么呢 你交过几个女朋友 他就问赵绍康说 你交过几个女朋友 赵先生都70几岁的 他交过几个女朋友 联合报记者 你是叉叉吗 你比你比你比较怕太太还是比较怕女儿 这是什么问题呢 赵先生比较怕他太太还是比较怕女儿 你问这干嘛 这这个跟他当副总统有什么关系吗 我也不晓得这个到底是到底这问的什么什么什么叉叉 媒体大报的 我曾经跟大家讲过联合报是在我心目中最接近直报的品质的值啊 品质的值什么叫做直报 就是呢 我不是拼点阅率 我不是在拼发行量的 我不是以赚钱为导向 我要追求我的quality 追求我的品质啊 我重值不重量啊 我认为联合报是 本来是我们台湾的媒体最接近直报的这个 这个 这个目标的媒体 但我觉得联合报这几年真的是不行啊 我的研判是跟联合报的那些 老一辈的那些那些暴人 逐一的退休老去 有很大的关系 现在这联合报是不行啊 特别从这几次的大选啊 乱写瞎掰 这真的是我躺目结舌 来来来 这我讲这种快问快答是综艺节目的梗 实在是很糟糕 我播一段这个赵先生的这个题目 他这题目是这样子 他问他说你 我先口出一下 他就问他你比较喜欢媒体的工作 还是政治的工作 赵先生说媒体嘛 然后后面联合报记者问他说 媒体赚得多还是政治赚得多 这这么蠢的问题你也问得出来 媒体赚得多还是政治赚得多 赵先生就回答 来我播给你听 你听听看赵先生在讲说 这可以了吗 好来我们来 媒体工作有趣多了 媒体工作和政治工作哪个赚得比较多 当然媒体啊 我三天赚的就是一个部长一个月的薪水 有委员 那这我们再来一次好吗 再来一次 不好意思我前面那个没掐好了 再一次来 喜欢媒体工作还是政治工作 媒体工作有趣多了 媒体工作和政治工作哪个赚得比较多 当然媒体啊 我三天赚的就是一个部长一个月的薪水啊 我三天赚的就是一个部长一个月的薪水啊 各位各位听众朋友你知道一个部长赚多少钱吗一个月的月薪啊 中华民国的行政院的部长啊 也不能讲行政院因为其他的院也有部长啊 我们的部会首长部长的薪水啊 平均啊 因为他也会随着那个公务员调薪啊 这个调来调去什么 大概二十万左右啊 二十万啊 赵昭康的意思说他三天就赚二十万啊 好 这当然对我们来讲是天文数字 三天赚二十万 能够比赵昭康多的大概就是胡瓜跟吴中宪啊 好 这个瓜哥一个小时就不止二十万啊 好 憲哥也不止二十万 他们以前那个张飞有没有 哇 那个时候是天价 嘿 他们他们那个看咱的人的张飞啦 小燕姐啦 像是把他们的那个都都都曝光了 就是一线A咖的综艺节目的主持人 他们一个小时啊 一集的那个钱都不止二十万 都是二十万的好几倍啊 好 那你说赵昭他做做政论节目主持什么什么 好电视啊 广播什么网路的 他说他三天就赚二十万 很多吗 你会觉得很多吗 对不对 可是你跟胡瓜他们比起来 他们觉得很少 你们好了 我一个小时就不止二十万了 你三天才赚二十万 哈哈 来我们先进广告来 北里晚餐我是陈慧文 那刚给大家听的是这个联合报专访 这应该是两天前的专访 因为他的这个 跟政治有关的这个 这个相关的报导 昨天已经见报了 那是今天联合新闻网 把他们那个快问快答 众议梗的部分啊 把他丢到网路上 就问了一些很无聊的问题啊 什么赵先生的狗跟侯尾 掉到水里你要救谁 这应该是选美比赛的八乐题啊 赵先生的狗跟侯尾 掉到水里你要救谁 问这题目干什么呢 就你看选美比赛就是 问那个选美的嘉莉啊 这个机智问答 你妈妈跟你的丈夫 同时掉到水里 你只能救一个人你要救谁 救妈妈也不对 救老公也不对 通通都救不行 你只能救一个 我们讨论这干什么呢 你在选美吗 赵先生的狗跟侯尾 掉到水里 你只能救一个你要救谁 我就不晓得联合报道 到底在想什么啊 哈 你不要问我赵先生答案啊 这种答案 这个一点一点都不张望无聊 那他讲那个 呃 我三天赚的就是一个部长的月薪 这个这个话 太臭屁了 我跟各位解释 就说 譬如说讲我的这个 这个偶像 郭子前 这个不是快过年了吗 各地不是都会约那个尾牙啊 春酒的那种 那种主持啊 像郭哥他们就接很多 因为他们是艺人啊 像这个郭子前 然后胡瓜啦 飞哥啦 这个献哥 他们是大牌的艺人啊 那你说 像赵先生他主持政论节目什么 他他三天赚一个部长的月薪 我就讲一个部长的月薪 大概二十万嘛 他三天赚二十万多不多 这你觉得很多 因为你是 你是用我们的收入去衡量嘛 好 比如说你的薪水一个月四万 一个月五万 你三天就赚二十万里嘛 好的 你三天赚二十万 我要赚好几个月 利息利 好 那那个相对剥夺感就出来了 可是你要想说 像我们这个圈子有几个赵少康 你从49台转到56台有几个赵少康 没几个赵少康啊 很多政论节目主持人 他看起来是光鲜亮丽 可是他不是赵少康啊 你不要以为每个政论节目主持人 三天都有二十万 不可能啊 你要那种 有赵少康的分量跟行情 不容易啊 不容易啊 好所以 我只要告诉你 不是每个政论节目主持人 三天都赚二十万 那是那是综艺节目 一个小时就不止二十万了 我现在是讲说政论节目的主持人 这么多 当然大部分也都是我的前辈 我都认 他们不是每个人都像赵少康这样的 那更不要谈我们名嘴啦 这个我们这个跟赵先比那就是望尘莫及啊 那就不要比了笑死人了 但我觉得赵先讲这个是太太得意了 太太松懈了 赵康的问题在哪里 就说他离开政坛很多年了 那他经营媒体很成功 可是他就 因为我以前上他的节目 我的感想就是 他他觉得他永远都不会错 我是主持人啊 我是董事长我怎么可能会错呢 我永远都不会错 所以他很自负啊 你们都不会打选战 就我全中华民国就只有我会打选战啊 啊国民党这个应该怎么样 这个怎么样 马英九这怎么样啊 郝龙斌这种 他就 他习惯啊 他觉得他永远都不会错 只有我会打选战 我是最会打选战的 嘿我操盘怎么样 我当年选立委怎么样 我这个怎么 对那个都是 那个都是历史 他曾经有过封工尾业没有错 不然他没有办法三天赚二十万啊 好我们讲简单讲这样 但是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现在你不是 你不是主持人的 你是副总统候选人啊 对不对 从上个礼拜五 他跟侯友宜到中选会登记之后 你就不是主持人 你是候选人啊 那你的角色有调试过来吗 没有啊 你头有低下来吗 是你要来拜托我啊 票在我手上你嘛 好了你是你 哈 你讲这个话年轻人听了 为什么你 你要带着这句slogan到大学去演讲吗 我三天赚的是一个部长的月薪 你要这样跟学生座谈吗 更好玩的是 现在中选会已经登记了 候选人还不能随便进校园呢 我昨天也忽略这一点 想说你要到校园办五场演讲 那侯友宜不是当然死在那里啊 死给你看啊 我不敢去的 结果你去了 我不敢持球对决的 结果你风靡全场 那你选总统好了 我回家睡觉好了 他 我认为赵少康 从上个礼拜五登记到现在 他的角色没有调试过来啊 他还是那个 好 那个那个那个 少康战情是能的赵少康 但是你现在是候选人啊 你怎么可以讲这个话呢 你三天就赚一个月的 一个部长的月薪喔 你在臭屁什么 你有本事 你让我们所有的人 三天都能赚一个部长的月薪 那我选你当总统啊 对不对 你让每一个年轻人 每一个上班族 三天都赚二十万 那怎么可能嘛 那就不要讲啊 大家都知道你很有钱 你很会赚钱 你是A咖 最大牌的政论节目主持人 自从涛哥退休之后 你就是最大牌的 郑大哥很像也没主持的 没人跟你跟你说 你最大牌的 你三天二十万 我也不觉得多 以少康战情室的收视率跟影响力 三天二十万也不算多啦 可是你不能讲 你拿出来讲 拿出来电 那年轻人怎么看 你三天二十万喔 我可能是领基本月薪才两万多的呢 那两万多的二十万要做几个月 做半年 半年也没二十万啊 一个月如果两万八 要做半年多呢 才二十万 你三天就赚二十万了 这个讲这个没意思啦 赵仙是 是你现在是候选人 你就要把头低下来了 就不要在那边臭屁 在那边怎样怎样 你说这个大家怎么听下去 我认为这个是他开始在扣分了 我前面就告诉你 选举就是工坊就是 你得分跟扣分嘛 你要尽量的得分 尽量的获得选举的优势 那你要避免失言 失策 你不是柯文哲啊 赵仙安你不是柯文哲 柯文哲黑白说没关系啊 柯文哲有名死金牌你有吗 还是你觉得你也有名死金牌 你随便讲都没关系 乱讲话 柯文哲可以随便掰那个什么李全教啦 掰那个什么什么两亿美金 那我也随便掰一下 他也不是掰我 说我三天赚二十万 赚一个部长的月薪不行吗 当然不行啊 当然不恰当啊 这怎么恰当呢 问题是赵少康旁边有人敢跟他讲吗 敢吗 你看少康战情室那些那些来宾那些叉叉 谁敢谁敢吐他 巴结他都来不及了 赵仙你讲的都对 赵仙你讲的太好了 赵仙你这个分析 怎样怎样每个人都在拍他马屁 你不觉得吗 我每次看那些来宾我想说 你怎么看到赵浩康跟看到鬼一样啊 他有很 你该讲就讲他讲的对就对他讲的不对 就讲啊 你敢批评蔡英文你不敢批评赵浩康哦 哈 我敢批评柯文哲 我不敢骂罗友志 我不敢骂胡中信 我不敢骂中年晃哦 总统我都在骂的我不敢骂你们 笑死人啊 马英九当总统的时候 我没骂过马英九吗 陈水扁马英九蔡英文 更不要讲那个已经不在的李登辉 人都走了就算了 哈哈 嘿我们这个这个怎样怎样 你看到 我愿意赵仙这个师演啊 来给我一左一右那个 一左一右那两张 我也不晓得他在干嘛 我看不太懂啊 第三标嘛 对不对 好谢谢阿姿 你看他讲什么 这个我也不太懂 赵浩康啊 他说 柯文哲啊 连台北市都弄不好 何以治国啊 这个我不能同意你太多了 柯文哲连台北市都弄不好 怎么治国 我就讲内湖的交通就好了 柯文哲不是在臭屁说他九个月就要解决内湖塞车的问题吗 九个月啊 他八年都干完了内湖还是塞车三人这样子啊 那你连内湖的塞车都解决不了你要治国 那我也想不到 好你看他跟蓝轩讲什么 他讲那个 台北市都弄不好是他接受王浅秋的专访 他今天接受蓝轩的专访讲什么 我比较好相处 我比较好相处 跟柯文哲比起来 因为他说跟侯友仪搭档 我好相处多了 赵浩康说 如果侯柯配的话日子怎么过 如果侯柯配日子怎么过 他的意思说他跟侯友仪搭档 比较没问题 他比较好相处 他会尊重侯友仪 因为侯友仪是总统候选人 等等等等 这我也同意 好那我就用这两件事情 请问赵浅 你说柯文哲连台北市都弄不好啊 你说侯柯配日子怎么过 你讲的太好了 啊你嘛好了 你之前一直在讲蓝白河 到了中选会登记 早上11点 你还叫侯友仪打个电话给柯P 从头到尾鼓吹蓝白河的不就是你吗 啊你现在跟我讲说 柯文哲台北市都做不好 还还有你讲啊 那你不是说蓝白河怎样什么 1加1等大于2 什么1加1 1.8 什么你是说什么 还什么你比较好相处 侯柯配日子怎么过 但我 我不是从头到尾就反对蓝白河吗 从头到尾主张蓝白河的不就是你吗 一定要把郭台铭拉进来 这个怎么样 这个蓝白一定要合 不然你讲了半年啦 突然跟我讲说 蓝白不应该合 你到底是怎样啊 来来来 给我那个第四标 还有那个 来我们看这个原资兄的秀啊 今天早上的秀 这我跟你讲 这个是台湾的漱口碑的选举啊 早上齁 这个在板桥什么路我也搞不清楚 板桥我都会迷路了齁 夜原资的广告看板 所有媒体没有人感不到 大家走到要死啊 为什么 因为照照看他去监工啊 我跟你讲很简单 就是夜原资他在玩这个看板嘛 他在操作这个事情 这个有声量 霍远哥 霍远哥我要选立委 我都现在跟罗智震你 你输而已 我不炒新闻 我就输啊 夜原资他当他操作这事情 那 赵少康今天去现场干嘛 干嘛 配合演出啊 对不对 你要流量我也要流量啊 你要媒体曝光我也要啊 你要选副总统我要选立委 我们就互相利用啊 事先发采访通知所有媒体 谁敢不来 你告诉我哪个媒体谁敢不来 你是不是在画面上看到密密麻麻的媒体啊 浪费社会资源有什么关系 没关系啊 反正媒体也没事做啊 讨论那些大海跟一段干嘛 讨论漱口碑就很好笑 哇 那个图 对不对 那个图不像赵少康啊 像九孔啊 哦 大家哈哈哈哈 像九孔什么的 年轻人就喜欢看这个啊 肤浅 浅谍 不用动脑 看这个就好了 夜原资赚到神亮 赵少康今天早上也 赚了一笔啊 大家嘻嘻哈哈 感觉符合 陈辉文讲的 笑看2024啊 看这个就好了 大家嘻嘻哈 講到起心路面是要做什么 是不是这样 好不好 谢谢大家啦 谢谢大家 笑看 这个就是落实我讲的 笑看2024 感谢大家今天捧场 我们明天见 谢谢 拜拜 谢谢 就爱电力 UFO 啊 啊 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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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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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